我发现很多人来尼泊来旅行 特别是我们国人这几年经济发展的有点好 到尼泊特别有优越感 无论是花钱还是平时说话 我们中国怎么样尼泊尼泊怎么样 特别有优越感 其实这些优越感无非就是一个是自己心里面的虚拢 还有一个就是想尼泊尔人知道 但是在尼泊尔没有多少人知道中国人 真的没多少人 我给大家做一个那个数据来分析一下 在尼泊尔能接触到中国人的 有几种人之一 到中国去 去做生日的 到中国去进货的 一些人 到广州那边 浙江那边进货的一些尼泊尔人 他们知道中国人 这一部分人很少 很少很少 能有多少 我给你说多一点 一万人呗 还有一部分在中国留学的留学生 也就是这两年 有一部分人 不会超过上千人 还有一部分了解中国精致好的 是靠着边界和市藏那边交界 也不会有多少人 只千人吧 这算起来才多少人 两万人 还有一批就是在泰米尔那边 中国人集中的脂肪 无非在家的漫妇太密尔那边 能有多少人 我给你算一万 还有我们国内做原件的一只能 那尼泊尔人集中的中国人 也不会超过万 总而言之 在对于一个有三千万人口的尼泊尔来说 我给你算多一点 算有三十万人了解中国 怎么样 你只不过是百分之一 只能 只能说在这百分之一的人里面 而知道中国 中国不错 他为什么 只有百分之一的人知道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 日报人大部分去日本 韩国迪拜测试国家去打工 包括他们的雇佣军 都是在新加坡那边去打工 去做雇佣军 所以他们对测试机场了解比较多 还有就是 日报人去印度打工的比较多 应该有 在外面总共的劳工 应该有一半要在印度 所以他们在印度 对印度是非常了解 而且迷此新闻也不会报道中国太多 毕竟 毕竟我们中国在这边发展这几年元件之类的 也就是这几年的时间 迷此也不会大肆报道 而且他支持报道 数字迷此报道之类的 能接触到的也是一丝高端的人群 不会不会就是像农村 你像农村像 像这是这是开店的 不是我在这边 他们永远都不知道 哎呀原来中国人 中国这么富 不知道不会知道 我一个月在他们家买酒就买紙钱买烟 这是时间的接力 我几年前帮助那个金山去中国上学的时候 其实还帮了一个女孩 本来是两个人一起去的 但是那个女孩的她姐姐啊 当时护照什么的全部都办好了 就等着差点给她买支票 走人了 那女孩她看我长得似茅不扬吗 啊中国有这么好的好事 而且我长得刚好 也不像好人 后来她姐姐跟她见面之后 就不让这女孩到中国 她说中国那么穷 还去中国 她因为在印度打工时间久了 印度美职经常黑我们 就像中国 中国说印度一样 啊怎么怎么 阿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好了那印度同样 她也是这样的报道 中国怎么穷怎么穷 就这样 地狱黑就出来了嘛 后来那女孩 那女孩的哥哥 是那女孩哥哥找我的 但不是清哥 如果是清哥她能做主 也去了中国 也没办法 只能眼睁睁的 合肥学院帮她们 把那个入学通知书 什么都开好了 我都去领事馆 把材料都系上去了 后来我让那女孩 去把护照拿过去盖章的时候 她没去没去我就管她的呗 只能说其实我挺想帮那个小孩的 确实可怜 我手机里面 朋友圈里面还有那女孩照片 脸上小时候 小时候可能摔跤的 脸上还有一道疤 特别的长 她没有缝合 让她自愈的 所以那道疤特别的长 小女孩长得还不错 特别心疼 被她的姐姐给捣乱 捣掉了 就这样 这个女孩这一辈子的人生 就被她姐姐了解印度 而不了解中国 完蛋了 这一辈子完蛋了 真的没办法 所以要去了解一个世界是非常难 我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 我脑子里面也不会去分析 尼泊尔人到底了解我们多少 所以我们华人在外面 特别中国人在尼泊尔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形象 不能坑蒙拐骗 本来了解我们的人就少 如果再做一点坏事 人家知道之后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如果真的有一些想做公益的爱心人士 想帮助这边真正的穷人 我马上过一会 把我以前为什么来迪报 做了什么 我把我以前积累的东西 我用事实 用证明 用实力 我来把它从那个手机里面 给它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 我给大家看一看 给大家看一看 给你们做一个参考 我不给你们那个 你到这边来找我 我带着你干什么干什么 拉倒 我不是骗子 我只想把我的机里的东西 给大家分享 然后你们自己思维 自己考虑 旅行的时候 我带一些什么学习用品 或者其他的东西 不值钱的小孩学校 那个跳绳的 那个跳绳 羽毛球拍 你们可以带一些过来 到哪 然后 遇到熟悉的朋友 哪边 就是他有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 可以给那是公立学校 给他们那是小朋友 他们确实这方面 食材比较少 不会去买 刚才录了一个视频 这个就再吹一会 吹了之后 马上洗脸刷牙 早晨还没人 洗脸刷牙 泡鼻茶 我每天眼睛一睁 喝茶 不喝茶不行 除了喝酒 还要喝茶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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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